我就會得到dμ dμ dΔx plus d² dμ xμ 就等於d分之2 dμ dμ dΔx 然後你現在再把μ跟μ做顛倒 這樣你就有所有dμ dμ dΔx 加上d² dμ dΔx 加上等於d分之2 dμ dΔx 你把它加起來就有兩倍的dμ dμ dΔx 加上d² d²就這一下 然後dμ dμ dμ dΔx 可是我又利用這個式子 再利用原來的式子 我當初有這個式子 我當初有這個式子 這個是我的出發頂 所以你現在聊到這一項 我把它寫完整好 dμ dΔxμ 加上dμ dΔxμ 那就是BTB dΔx dμ dμ dAuto 副分就是等於d分之2 d epsilon dW I'll call it to this equation 那你已經可以看到了 這個 所以這個equation 我把它例如說乘以d 我全部乘以d 首先這個2可以不用 這個2可以不用 因為這個2 然後這個就先不夠 然後再乘以d 因為這個d沒有 這個就是d 所以這個發扯是 你把這一項搬到左邊來 就變成是d減掉2 乘上dμdε 再加上d²dε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你如果再進一步的把這個發扯式 跟dμd做construction 那你就得到 就這個發扯是在進一步 跟dμd做construction 你就得到d減2d²加上 那這個dμμd 那這個dμμd做construction 又得到一個defect d 所以就變成是 加上d 對不對 然後也是一樣d² 然後這個d 這個當然你把dd合起來 這個當然你把dd合起來 就是兩倍的d減1d² 這個等於 我等一下又對d等於2特別處理 我們現在先就是看discreet嘛 1 2 3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這個2先不處理 我就看3以上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說 它二次微分以後要等於0 所以表示說dμεμ 它頂多是什麼 頂多是只有常數項跟線性項 跟x的一次方向 因為這樣它兩次微分以後才 對不對 才會等於0 所以我們就知道 這個是代理的意思 我再寫一遍 OK 就這個只能包含常數項跟線性項 所以我可以把它寫成是 aμplusdμxμ 這是一個constant 這是一個constant 抱歉 那一旦是這樣的話 我當然就知道說 εμ 你微分以後 最多只有線性項 那ε本身最多只有2次方向 所以εμ我可以這樣子寫 我可以把寫成是 aμplusbμμxμ pluscμμπxμxρ 就從這裡我再去推論 因為一次微分 εμ的一次微分 頂多只有這兩項 那它本身頂多只有3項 常數項 比次方向 跟x的平方向 好 謝謝 提出 1個 1個 2個 1個 3個 1個 4個 1個 3個 2個 1個 1個 那其中這個Vμν呢 我們可以把它separate開來 Vμν可以把它拆解成 這個anti-symmetric part跟symmetric part 這個tensor可以拆解成對稱跟反對稱項 對稱項它會是proportional to ηλμn 所以它這是symmetric 因為 ηλμn是symmetric 再加上一個anti-symmetric 好我已經Aμν用了我已經循環了 我給我估取把寫度是Aμν 所以這個是anti-symmetric 這個是symmetric 那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現在先不看anti-symmetric 來看symmetric part 因為Vμν這個part是 ηλμν 所以這表示說 ελ我們來看 ηλμ 所以這部分是什麼 這部分就是我把它叫做β β是一個factor 乘上 ηλμνxμ 這個is nothing but xμ對不對 所以β這個項是代表 βx是等於βxμ 這就是什麼 就是scale transformation 所以這一部分 這個β就是我的scaling factor對不對 所以這代表 這個就是scale transformation 那這個αμν是anti-symmetric 那假設我現在來看 我現在來特別針對d等於4 就是我們平常的3加1為score 那anti-symmetric tension有6個獨立的controller 那這個6個獨立的anti-symmetric coordinate transformation 其實就是Lawrence transformation那6個 所謂Lawrence transformation就是 有三個一般的rotation 跟三個Lawrence boost 就是你有做coordinate transformation 有三個Lawrence transformation 就是狹義的Lawrence transformation 再加上三個旋轉 所以你可以把它叫做Lawrence rotation 就booch把它叫Lawrence rotation 所以這個是我們 因為這是一個independent parameter 所以有一個scale transformation 然後這邊有6個 6個這個terameter 然後這邊呢 這個是就是coordinate translation 就只是平移 平移A 所以這邊也一樣 Aμ代表4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parameter 6個parameter 再加上這個4個translation 就是coordinate就傳出來了 那是從Aμ來的 所以這個是從Aμ來的 好 那剩下我們要處理就是這個c 這個quadratic part 就是x的有兩個x的這種平方的這個part 這個時候你還需要把這個代入我們剛才 我已經插掉的那個equation 去看c受到什麼樣的限制 那我不再仔細解釋 我就直接告訴你結果 你會發現說cμνρ 會是等於這個 會是這個樣子 e.μνρ dν plus e.μνρ dρ 減掉e.μνρ dν where d 是我們引入的unknode 這個 一個分数 ドラ 一個分數 觸及指定 就跟aμ那樣 所以這個cμνρ 荏呢 他當然有個性質 就是cμνρ�� num Nu, rho, nu OK 這些條件都可以 你把這個ε 我們現在已經A跟B已經處理完了 我們現在只是要去看這個part 你把帶入我剛才的那個equation 你可以得到 最後最genial 最一般的C是這個形式 所以這個C呢 雖然看起來有三個index 其實它是只refer to 四個parameter 四個independent parameter 所以總共的independent parameter有多少呢 A有四個 B大一個 Aμ有一個 就是大Aμ這個antism 然後這個4 所以總共有 1加4加6加4 15 這個是4d等於c 那這個就是如果有些人 這個 可能讀電磁學課本 有些比較會談論 Marxio Funches是不是 invariant under conformal transformation 會聽過說 有這個15個thirking parameter的一個transformation 這就是我現在去導賓你看 所以conformal transformation 我們來視為它是有15個generators 15個perameter 它是一個fitting parameter group 那你如果把這個cμneural 把它這個回去看 你對x的變化 我們只看c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說 這個 它的transformation是x plus mu 我們只是去看c那個部分 就是兩倍的x dot 就是xμdμ 就是這邊的dμ 然後是xμ減掉x dot x 就是xμxμdμ 然後是1加上2倍的d dotx 加上d dotx x do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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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v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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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ormal Transformation 也很容易你們在書上 讀到這個Transformation的幾何意義 你看著說它有包含Diversion 那我現在在講二維的這個Conformal Transformation之前呢 我先回到我剛才問的問題 我說是不是一個系統如果有Scale Invariance 它就有Conformal Invariance 所以我再把這個問題講一遍 Scale Invariance Inplice Conformal Invariance Yes or No 那我們現在的答案是這個樣子 如果你們還記得去年的這個對稱性的Summer School 或者你們自己平常 這個閱讀或上課就已經知道 對稱性跟守能律是有密切相關的 就叫Nor than Dict 所以我們有Scale Invariance 我們就會問說 它的Conserve Current是甚麼 答案是我們有一個Scale Current 它會是這樣的一個形式 就是Smu 就是Smu 會是Dmu Xmu Tmumu plus Kmu 其中這個是Energy Momentum Momentum Tencil 那這個需要推導 我就直接告訴你結論 OK 你用這個Renoid的Current的方式 發現說我的Scale Current會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這個Part呢 它叫做Vereal 有個名稱Current 這個名稱大概是在70年代 這個Current的Paper裡頭出現 OK 我們現在也不要去管它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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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意思 就為什麼這樣 就它Jetsonate 所以如果說 我們要求 Scale Invariance成立的話 當然 對不對 我剛才講說這個Scale Current 就意思說它是Conserve 那從這裡你會得出這個 那你就要微分嘛 那我們知道 Mtum 我們的Tencil 我們假設它是Conserve OK 也就是說 Dmu TmuNu 是等於Nu 我們假設它是Conserve 我們假設我們的系統是有平易不變性的 所以能量 動量 是守恨的 所以這個是一支 但是我們就是 就假設 永遠成立 那 你現在把它這個微分 那你 你把Smu取微分 第一個有對 Xmu微分對不對 那對Xmu微分 會得到 DL的函數嘛 因為X對X微分 就 得到DL的函數 所以基本上會得到說 mu要等於Nu 那 mu要等於Nu 這邊就是Tmu mu 對不對 就等於說T的取trace 就是any moment Tensor的trace 然後再加上什麼 對於T的微分 那對於T的微分 我們就已經假設它等於 就假去Divergence 等於 我說是你Dmu Xmu 那你現在D對X微分是這一項 然後D對T微分是等於 然後再加上Dmu Kmu 我們要求它們 OK 所以 我們 我現在正式告訴你 結論 OK 就是T的trace 這個系統的T的trace 會是等於Nurial current 的Divergence的話 那麼我們就 這個是for scale invariance 就scale invariance成立 這個就成立 你可以找到一個K Such that T的trace 是 是滿足這個系統 那如果K的A T就是trace 好 如果 更進一步 這個Kmu 是等於DLmu Mu 它更進一步 它本身是一個Divergence 如果它進一步 它是一個Divergence 如果它進一步 它進一步 它進一步 Kmu 本身是一個Divergence 這個是for D-Line 再一次 抱歉 就這樣 它如果further 它是一個 divergent 以後我等一下 因為D-2 我還另外有一個調解 那麼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的Tμμ就會是等於 Dμ Dμ Lμμ 這個L是一個tensor sum tensor 重點就K本身是something of derivative 那是一個divergence 那如果T是這個樣子的話 就是我把這個框調 如果Tμμ是這個樣子 則我們有scale invariance 如果在你有了scale invariance之後 你更進一步的 因為我們知道conformable transformation 是包含了scale transformation 所以你conformable transformation要對 conformable invariance要對 scale invariance一定要對 可是我現在想問的是說 我如果這個系統 因為我看過統計學系統 在critical point 它是一個fixed point 是RG的fixed point 那這個系統有scale invariance 我問說它會不會進一步 有更大的對稱性 因為conformable是一個更大的對稱性 所以第一個 上面這個條件要成立 如果我要conformable 因為它一定 這系統一定要有scale 我系統如果要conformable invariance 我一定要有scale invariance 可是如果進一步 我這個條件底下的K 它會是這個形式的話 則我就有conformable invariance 則我就有conformable invariance OK 這是我第一代分散 就這樣講 那如果說LNuMu 會是等於E.NuMuL 就更進一步 在D.NuMuL 這是spatial 或D.NuMuL 我在這個式子裡頭的LNuMu 它又是某一個scale function 然後就乘上E.NuMuL 那這個答案又會變成是 就是T.NuMu會變成是D.NuMuL 那這是forD.NuMuL 那在這樣的條件之下 我們有conformable invariance 所以什麼時候 我們有scale invariance 而沒有conformable invariance 呢 這個其實是進來一個 一個研究的主題 我現在所講的 這個都是目前還在研究的題 是hawk sub-topic research topic 所以什麼時候 我們有scale invariance 而沒有conformable invariance 就是你要存在一個k 讓這個成立 可是k本身不是divergent 對不對 結果我就有scale invariance 而沒有conformable invariance 那我們就去尋找啊 有沒有理論 會使得它是這樣子 結果我們有看到 其實就發現說很難 你很難找到 它是一個vector tenuous是一個vector 攬住了這個式子 而它本身又不是divergent 所以就有人給出一個example 假設說我們有5-4理論 5-4理論就是一個 就是我的lagrangian 是有 ok再加上lanta5-4 就是有一個intention term 這個沒有質量相 因為有質量相 就很明顯破壞掉scale invariance 因為質量就代表一個scale 我們scale invariance 就是沒有scale dimensional parameter 那麼在這個理論裡頭呢 這個你發現說 kmu啊 就是適合用來做kmu的operator 那它只有什麼 只有dmu5-2 因為它dimension要對 因為你這裡頭 你去count它的dimension 你知道它的dimension 你就知道k的dimension 那在四章的dimension 就是說你考慮了這些總統的條件 它是要分可能 你發現kmu只可能是這個 沒有別的了 可是k就是一定是durative percent是一個divergent 所以這表示說 這個啊 像這樣的理論 它就是 既是有scale symmetry scale invariance 它又有conformal invariance 所以我們現在的結論是這個樣子 ok all in all 我們可以這樣子 就是 我又跳了一副 就有一個結論 在二維的情形 scale invariance 是implied conformal invariance 是implied conformal invariance 是implied conformal invariance 那在d大於等於3呢 我們找不到好的example 就是那種合理的理論 就是這個理論是 unitary 等等 有好的性質的理論 它只有 scale invariance 而沒有 conformable invariance 可是我們又不會證明 所以這就為什麼我剛剛講說 這個仍然是一個熱門的研究問題 就是 scale invariance 是不是 imply 我先這樣講 我們現在是 on question mark 在第一代的研究 這是 model 可是我們現在 所有合理的 example 都仍然成立 就是 scale invariance implies conformable invariance 所以這很有趣 就是表示說 你有一個 special 因為 scale invariance skill transformation is conforming 所以你只要有 scale invariance 就 conform一點 這很有意思 那我再講一件事情 一旦這個成立之後 你其實可以 re-define 你的 t 就是說如果我這個系統有 conformable invariance 你可以去 re-define 你的 t 所以我們可以定義一個叫做 sida mu mu for example 它是等於 t mu mu plus something else 然後它不會影響它的 conservation 因為我們說 t mu mu是 conserve 我們可以 define 一個 new 我把它叫做 sida mu mu 是 t mu plus something 那這個 something 我在這邊不寫下來 感興趣的人 你可以去看 textbook textbook 我也不確定有這個 這個有 research paper 是這個 Pochinsky 這個 paper 它是在第9875 nuclear physics 你只要 google 查 你打 Pochinsky 然後打 scale invariance conformable invariance 大概就找得到這個 paper 他有把它寫下來 不過這是細節很重要 重點是你 這個新的這個 sida 它是 traceable 這是 if the theory is conformably invariable 所以我們現在 你們平常常聽到的一個 statement 是說 如果 我的 energy momentum tensor 是 traceless的話 則我有conformable invariance 這是常聽見的一個 這個 statement 我這個 一定要解釋 那有趣的是 就是 人們發現在 這個 你把這個 這個理論量子化之後 當然我們剛才已經談了 我們講的這個都是古典都成立的 但是你把它量子化之後 你在古典 sida mu mu 是 traceless 這個 function是 會被修正 你會發現說 有 所謂叫conformable norm 就是 它其實 會 它不會是等於 這叫conformable norm if you include quantum fluctuation 那 這個是 當然 這個話題更超出 我們 原先就設定要講的東西 所以 先不要去管這個conformable norm 就是 conformable invariance的條件就是 你找到sida mu mu 這麼一個 這麼一個engible的特色 它是traceless 好 我其實 基本上時間已經用完了 不過我最後再用幾分鐘 我講一下d等於2 ok 那d等於2呢 因為你們過去在選 我做到 一道行 特色的